梅根给打电话问候凯特 直接吃了一个闭门羹 轴里关系无法修复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已经彻底脱离王室 他们也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才得知凯特患癌 折到这个噩耗的时候 哈里夫妇第一时间发布了慰问声明 并且试图私下联系凯特 事实上哈里没有结婚的时候 跟凯特的关系一直很好 被誉为剑桥三剑特 但是如今的情况却很心酸 哈里和梅根已经是边外成员 私下都联系不上凯特 两家人完全就是陌路人的状态 1992年是英国王室的灾难年 也是伊丽莎白女王人生的最低谷 查尔斯与戴安娜交战 安德鲁与沙拉分居 安妮离婚 甚至温莎城堡骑火 这些事情让女王心力交瘁 没想到32年后 查尔斯也在经历一系列负面事件 没有女王的智慧和格局 很难完全控制局势 两位核心成员换来 网络上的阴谋论蛮天飞 反对君主制统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对于威廉王子来讲 也是腹背受敌的状态 一方面凯特身患癌症 需要关心和照顾 另一方面 哈利夫妇还不断爆料 甚至还想重返王室 的确是个非比寻常的信号 之所以梅根和哈利吃了闭门灯 整个王室都防着他们 是因为之前把事情做得太过了 为了迎头小利 又是参加真人秀 又是出版自传 哈利站在了王室的对立面 并且以贩卖隐私为生 根据外媒爆料 凯特生病住院期间 多次收到梅根的慰问信息 但是两人却没有联系上 原因是这些信息都被王室扣下 并没有传递到凯特这边 这次凯特官宣换来 梅根再一次联系了大嫂 依旧是吃了一个闭门羹 对于英国王室来讲 现在局势已经乱成一国粥 根本不需要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关心 他们即使回来也只能添乱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 有2058人参与了投票 其中1137人支持哈利一家回来 仅仅只占5%左右 因为王室已经对他们关闭了大门 即使三番五次申请回来 得到了也只是冷脸和拒绝 英国王室也有自己的考虑 即使两位核心成员都倒下 也不会重用梅根和哈利 即使只是私下的慰问电话 也不会传递到凯特这里 王室有意让两家人得开 几乎所有的民众 都不支持梅根和凯特联系 这么做不光于事无补 还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之前关系闹得分崩离析 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自然更不可能重归于好 王室作家沙利比德尔什密斯 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 凯特不需要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安慰 他们距离威尔士王妃远一点 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现在凯特的身体和精神 已经经不起任何打击 终究还是只抱不住 不光凯特的身体亮红灯 温莎家族内部关系 也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哈利虽然是威廉的亲弟弟 但是两家人关系彻底恶化 几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 还是期待凯特快点康复的 他被誉为新一代人民的王妃 也是王室和民间沟通的桥流